貴敏來說一下這次的選舉 要努力 其實我本來有想要講很多話 主要是要談說我的政見上主要有什麼 不過我這幾天 尤其是昨天看到那個香港理工大學打成那樣 我心裡覺得其實台灣的民主很可貴 但是不要只剩下投票 就是台灣的民主現在在爭取的投票 其實是香港在爭取的第一步而已 而當我們在抵抗中國的時候 其實國會需要拿出實質的作為 無論是代理人的法案也好 或者是說現在在處理港澳18條 一個有制度性的去接納香港的一些 因為這些政治事件可能來到台灣的一些民眾 我覺得國會真的這四年來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真的可以做更多事情 絕對不止於是這樣而已 那當我在跟大家 就是我在跟鳳安市民談什麼是立法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距離非常的遙遠 可是當我講說立法院修的一條法律 可能是一個交通規則的法律 或者一個減稅的法律 或者是任何一個居住正義 一個屯房稅的這樣的都會影響你的日常生活的時候 他們就又有感覺 鳳山市民覺得那這影響很大 可是你從什麼角度出發 你會制定出來的法令就會長得不一樣 當你從財團的角度出發 從你從兩個大黨裡面 互相的密室協商這樣的角度出發 你修出來的法案會長一個樣子 實在一樣這四年以來在立法院努力的 就是要從人民的角度出發 去爭取為人民最有利的一個法案 所以我們在媒體形象上 可能看起來非常的硬 好像是非常的不能溝通 可是為了人民的權力 一寸都不能讓 一步也不會讓 這是時代力量的精神 在四年前我們的人沒有那麼的多 在四年之後 我們有更多的不分區的戰友加入我們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安心 那在這四年以來 我們自己在立法院已經有了初步的成績 剛剛在背板裡也有看到 我們在這四年以來 八個會期所提出來的166個法案 這166個法案非常可惜 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案 包括324的暴力事件的調查 到現在為止其實都沒有下文 我們希望有更多堅持公益 堅持下一代信服 堅持主權 能夠用法律的方式做徹底的保障 國家的安全不應該交給一兩個人的手裡去決定 時代力量始終在理性的跟大家溝通 我們始終跟大家站在一起 在鳳山我就是最好的選擇 也是大家如果擔心主權喪失 大家擔心平權有問題 我們的勞權 我們的環境 交給陳惠敏 這是唯一的選擇 謝謝 請大家支持我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場來媒體朋友有問題要提問嗎 如果沒有的話